來第一張 第一張其實你們國中的自然科就學過 我看我女兒他們那個自然科裡面就有介紹到 科學態度與方法 好這邊看一下就可以來1-1 科學的態度與方法 好奇觀察理性分析客觀判斷實驗認證 好 1-2科學的方法 你問我會不會考 我只能告訴你 最多最多斷考考一題 不會超過兩題 大考不會考 大考不會把分數浪費在這個上面 所以你只要斷考前背一下 你們課本也都會有 斷考前背一下就好了 科學方法觀察猜測確認問題提出假說實驗分析 建立理論做出預測成果發表 這個在國中自然科都教過了 OK 好接下來重要的來了 國際的單位字 單位與音字 各位同學 單位有七個最基本的單位 在下一頁 看一下 對 現在有七個最基本的單位 好我們先講下一頁 好我們先講下一頁 這個 有沒有找到 紅筆 拿紅筆畫起來標題 如果你的身體 如果你的看黑板的角度被韜哥擋住 或是看不太到黑板 自己現在換位置 你可以換到電視機前面 可以換到電視機前面 好 國際 國際基本單位字 這個s 叫system 你們英文不要太爛 有沒有聽到 你們將來從事任何的科技研發 英文不要太爛 知道嗎 韜哥進中科院 14年 我只看過一次中文論文 全部英文的 沒有例外過 我只看過一次中文的論文 其他全部看英文 我們的seminar 全部是英文討論 英文不太好的 你要加油 還有機會 要加油 只要開任何的會議 現場有老外 一律是英文到底 還有 你的英文盡量多學 盡量矯正你的發音 你將來一定會碰到 你畢業工作一定會碰到 一堆不認識的人 開會或seminar研討會 那你舉手可能問問題 你就可以在那時候展現出你的英文 那如果你發音跟老外一樣 就會嚇住一堆台灣人不敢發言 這時候你就會散放光芒 知道嗎 我的院長就看到了 院長問我你是哪個 問旁邊那個秘書我是哪個單位 叫我到他秘書室 跟他談一談 你英文 英文不只要好 就是你的發音又要很標準 像老外一樣 那會更棒 好 其他基本單位 簡單來講 有很多物理量很多單位 這七個是最基本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所有的單位 都可以用這七個排列組合出來 聽得懂嗎 再講一遍 所有的單位都可以用這七個 這七個就像積木 都可以用這七個排列組合 出來 OK 有問題 那濤哥舉例 牛頓的單位 牛頓是力量單位 牛頓也可以用這七個單位排列組合出來 我們等一下會交 好 那這個 旁邊寫必考 上面寫必考 第一次亂考必考 那就算了 這是108課綱加進來的 那108課綱為什麼加這個呢 因為全世界 在民國108年 所有的單位全部大改革 兩個東西被改革 一個是單位 一個是不確定度 高二第一章要上的 規定科學界以後不准講誤差 沒有誤差這種東西 誤差不好 不要用它 全部改不確定度 所以你們的高一下數學會教統計 統計教完以後 我高二上第一章 就要教統計的計算 好 物理要考 那因為是108課綱 課綱新加進來了 所以大考必考 這必考是指斷考跟大考 大考包含學測分科生 都會考 好 各位同學 第一個 單位是秒 時間單位是秒 這邊寫S 他的符號S 秒的定義跟我們國中所學的一模一樣 把這個色圈起來 色什麼 色原子中 有沒有印象 好 記這個框框 色原子中 把圈起來色原子中 綠色筆不要抄我的科蛇 好 綠色筆不要抄 來請聽 我們在期末考範圍會教這個 這是原子核 這原子核 這是一圈軌道 這是第二圈軌道 舉例 第二圈軌道上有電子 在環繞 OK 在環繞 那電子 跳到 低圈軌道 電子 跳到 低圈軌道 能量 減少 減少的能量 以光的形式 輻射出去 期末考範圍 那這個光的周期是多少 各位 這個光 周期的 9192631770倍 定義為1秒 這個光的周期這麼多倍 定義為1秒 這個數字不用計 你只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 用什麼東西來定時間秒 答案是原子中 色原子中 有問題 好 再第二 長度單位是公尺 好 那你光幫我圈起來 旁邊寫光速 我們假設光速不變 我們假設光速不變 各位同學 光1秒可以走299792458公尺 那我們就假設 光走299792458分之1秒所走的距離 定義為公尺 你就記 用光速來定1公尺 OK嗎 再來 公斤 後面請畫普朗格常數5個字 好了嗎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已知 好好聽喔 這個數字是已知 你注意看他的單位 他的單位有公斤有公尺有秒對不對 那因為上面已經定義秒跟公尺 上面已經定義秒跟公尺 所以可以用這個長數來定義公斤 最後你們的課本喔 學校的講義或課本 在每一張的最前面跟最後面都有素養題 那個務必要看 那個務必要看 前年學測考這一個的素養題 考這一個 他躲在哪裡啊 他躲在高一第一章 好像是最後面 最後面 有這個素養題 一個天秤去測量普朗格常數 你們回去一定要把課本或講義 你們學校講義或課本仔細看一遍 OK 還有各版本 各版本的那個素養題都不一樣 那沒關係 你能讀多少盡量讀 可不可以 那韜哥用的這一個 這個本來是漢林版的修訂版 因為漢林版跟我講說 他們可能三到五年才會修訂一次 我說不行啊 我每一屆都會修訂 知道嗎 我每一屆都會修訂 他說他三到五年修訂我就算了 所以我們今年就沒有用 韜哥漢林版講義 我們就用這個 我先修訂版的講義先給你們用 OK 好這都寫完了 記起來囉 我們利用普朗克常數來定義一公斤 好接著往下走 課文 課文 好請你幫我畫 熱力學溫標 Kelvin Kelvin 他的英文名字字首是K 我們要K做代表 絕對溫標 又稱作凱式克式溫標 這個K 熱力學溫標 他稱作克式溫標或凱式溫標 後面會交到或絕對溫標 後面請畫波茲曼常數 他利用波茲曼常數來定義絕對溫標 漏掉一個上面抱歉 我重寫 上面電流單位安培 這邊畫電子電量 用電子電量來定義1安培 這七個基本單位 好繼續 發光強度 燭光 蠟燭的英文單字candle 我們用CD做代表 我們用CD做代表 後面不用記 看一下就可以了 1979年 單一頻率 單一頻率 不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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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點四乘上十四四方赫茲 在某一特定方向發出立體角 單位立體角的輻射通量 這不太會考到 知道嗎 因為高中沒有交立體角 高中沒有交立體角 綠色比不要超 各位 這兩條線夾角30度 這30度是畫在黑板平面上 這叫做平面角 這叫做平面角 立體角高中沒有交 所以這個部分看一下就可以 它不會搞 好舉例 夏天到了 我去Seven買一個填桶 填桶的盒子 那個立體角是幾度 好這到大學才會學到 好叫立體角 好最後一個 摩爾 摩爾 抱歉 紅筆 摩爾 MOL 他直接定一摩爾是這麼多數字 畫起來 好 這數字不用記 他直接定一摩爾這麼多數字 好聽請聽 亞佛加絕數 國中用六成十的二十三次方 可不可以 聽高中選擇題也用六成十的二十三次方下去算 但是非選題 非選題 你要用六點零二 非選題你們化學老師到時候會教你們 非選題你要用六點零二 可不可以 好 各位這七個基本單位 麻煩您看一下 有哪一根跟電磁學有關 這個 請抄 耳後只要考到電磁學的單位一定要從電流下手 耳後只要考到電磁學的單位要從電流下手 什麼意思 第一次段考考完以後 很多學校成績太差 老師出加分題 有一個老師出了磁場單位的加分題 那他想說磁場單位 磁場單位是什麼 想那個什麼 電動車 陶克提示電動車 是的 特斯拉 磁場單位是特斯拉 好 請你把特斯拉這個單位用這七個排列組合組合出來 OK 特斯拉這個單位叫做導出單位 這七個叫做基本單位 OK 特斯拉叫導出單位 特斯拉沒有在這七個裡面 沒有在這七個裡面的叫做導出單位 請你把特斯拉這個導出單位用這七個排列組合出來 懂嗎 好 好 接下來表格下面 表格下面 好 往下走 這七個裡面請畫 又以長度質量時間 為更基本的物理量 再來 其餘單位例如像牛頓交友 均可由七個基本單位組合而得 稱為導出單位 畫起來 畫起來 稱為導出單位 OK嗎 OK嗎 第一次段考就要考這個 第一次段考就考這個 第一張啦 第一張主要考這個 好了嗎 好 往前翻一頁 好 往前翻一頁 這個 表格 什麼單字怎麼寫啊 長度英文單字 博物理送英文 Length 寫下面 質量 MASS MASS 時間 time 寫在上面 寫在表格下面 我等你 何謂英次 我們用三個字母 來代表這三個物理量 我們用英文字母L 代表長度 大M代表質量 大T代表時間 這三個 我們用這三個字母 代表這三個物理量 這三個字母稱作英次 高一考單位 高二考英次 但我都教 OK嗎 你不是畫畫線寫一寫 你這樣都給我記起來 全部記在腦袋裡 好最後 綠色筆不要抄 亞佛加絕數 綠色筆不要抄 大約等於十的幾次方 來 亞佛加絕數 大約等於十的幾次方 選擇體 選擇體二十三次方還是二十四次方 那為什麼不是 下面這個 紅筆 這個 最下面畫起來 那個A 這個A A如果大於 大於 更號十 A的十的 N次方 計成十的 N加一次方 這個 10的N加一次方 稱作數量級 稱作數量級 最下面那一行把它畫起來 好了嗎 好 畫好以後 不用紅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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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寫 舉例 指標寫太大 六點零二 乘上十的二十三次方 大約 那個等號上面打兩個點 代表大約 大約是十的二十四次方 好 所以十的二十四次方 稱作亞佛加絕數的數量級 會不會寫 好寫在上面 快點 我研究所物理跟大學物理 教了十四年 高中教了三十年 從來都沒有學生問我這個問題 只有今年高一升高二那一屆 有學生問我為什麼更號十 好 我讓你們回去動動腦想一想 好 為什麼更號十 好 讓你們回去動動腦想一想 好 好了嗎 我不知道課本有沒有寫 因為我沒有去看課本 OK 好了嗎 插掉了 都跟上 好 我們看一下下面 下面 標準單位制度原則 考慮方便性 來畫起來 方便性與不便性 這第一個畫起來 方便性或不便性 2018年 2018年 全世界的單位全部更改 韜哥舉個例子 你記不記得我們國中念 請問同學 一公斤的定義 用什麼來定 國中 那個什麼什麼 什麼元氣啊 蛤 柏衣 核 什麼柏衣合金 原器做的那個砝碼 有沒有 對對對 他那個 他那個砝碼 放到那邊 我跟你講 任何東西 任何溫度都一樣 他會不斷的升滑 就是說 我把那個砝碼放這邊 放個十萬年後 他就會升滑掉了 知道嗎 他那個表面的原子 金屬原子會一顆一顆慢慢 獲得能量 從空氣中獲得能量 一個一個慢慢跑掉 所以那個砝碼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不能再用 一般我們周圍的東西 來去定義這些物理量 我們必須用物理的常數來定 所以才會在2018年 全世界全部更改 那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台灣的教改 就想了 物理就是說全部都要改掉 所以才會有108克剛出現 好 那個翻到第四頁最下面 我看一下空間夠不夠 GO 字標寫太大 不用讓號碼 舉例 舉例 F等於MA 物理方程式等號兩邊 除了數字相等以外 單位也相等 等號左邊力量單位是牛頓 等號右邊質量單位公斤 加速度單位公尺除秒方 OK嗎 OK嗎 可以齁 第二行 立的音次 我跟你講一下 我的高一物理交流會比較難 因為我要對 我要將來對高二高三做銜接用 我剛講過 高一理論上不可以考音次 高一理論上不可以考音次 來眼鏡打開 看一下你的筆記有沒有變阿拉伯文 沒有 好 那個我們會用中括號把這個物理量 框起來代表音次 這音次怎麼寫 來囉 小聲音就停筆 小聲音就停筆 首先你要先把你要求的物理量 力量的單位 力量單位用七大基本單位排列組合 我先寫出來 OK 再來不要插 L代表長度注意看 公尺一次方一次方不寫 公斤一次方一次方不寫 L代表長度 大M代表質量 大T代表時間 你們看到時間分母的二次方 負二次方 這就是力的音次 好來請插 好 就是力的音次 上面是力量單位牛頓的七大基本單位 好 然後下面是力的音次寫法 這樣看得懂嗎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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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幫我請下導師 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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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OK嗎 還可以喔 不會太累吧 我再上一點點再休息好不好 再上一點點再休息 我看這同學已經 忘記睡午覺 每天都睡午覺習慣 所以晚上幾點睡 4點半 好孩子 昨天晚上4點才睡的舉手 玩手機玩到4點舉手 都沒有喔 你們好認真喔 我女兒都是玩到4點昏迷過去這樣 然後中午就睡到1點到2點 你以前不是這樣嗎 國中生沒有這樣 真的喔 他昨天晚上在上那個國中班 國中班的那個英文課 國二班英文課 線上上課 拿手機躺在沙發上 耳機戴的 我說妹妹起來 爸我有在上課 我用聽的 聽的 英文課嘛用聽的就好 有沒有睡 沒辦法 知道嗎 你怎麼辦呢 交不起來 怎麼交就交不起來 唉 女生啊 然後啊 那個禮拜六禮拜天就跟我講 爸 你什麼時候啊 沒有課帶我去逛逛 我說你要幹嘛 我要去買口紅 你們國二會買口紅嗎 女生 會 正常嗎 國中 來問一下喔 你的國中學校 有國中生 女生上學 畫淡妝的舉手 淡妝的舉手 好放下 農妝 那就沒救了吧 學校不管喔 可以畫淡妝 喔 口罩 他把從那個小紅書 還是那邊臉書那邊看 還是TikTok看 知道嗎 去買了那個 上禮拜 上上禮拜去買那個什麼什麼 粉餅 眼影 那我怎麼知道咧 我下完課回家 爸爸爸爸 你坐這邊 我說你在幹嘛 你讓我練習畫畫看 國二嘛 女生嘛 小女生第一次化妝 你讓我做了畫畫看 知道嗎 畫完以後我老婆嚇到 知道嗎 你跟鬼一樣 我怎麼會嫁給你啊 然後我畫完以後 我媽 不是我老婆就問他了 他說你看啊 妹妹你看 你畫成這個樣子 你還在畫 小女生嘛 他慢慢學習 所以我老婆就跟他講說 你年紀還輕 不要那麼急著化妝 知道嗎 年輕人皮膚還很好 不要急著化妝 懂不懂 因為他畫得跟鬼一樣 他看到我 他畫完以後 他還在那個 什麼什麼 臉書上 那個什麼 那個TikTok上面 人家教學畫 那個YouTube上面教學畫 知道嗎 畫完以後他想 奇怪爸爸 他教我這樣畫 為什麼畫到臉上跟鬼一樣 知道嗎 齁 人的問題嗎 弟弟 待會下課留下來 心理輔導一下 OK 好 所以從那個看完他畫完以後 他就不敢再畫 我說妹妹你最多最多出門 如果不是上學 塗個口紅OK 知道嗎 塗個口紅OK 然後啊 又跟我講說 他想 他 他想去打耳洞 打耳洞 我說不行 他媽媽說隨便你 我說不要 知道嗎 你要打耳洞嗎 我建議你不要打耳洞 我建議 你可以說我迷信 耳洞打下去 就面向學來講 他是破財 他是破財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 六月底的時候 我剛好去南部 拜訪一個公廟師姐 那個沒事不要亂刺青 知道嗎 刺個字也不行 知道嗎 沒事不要亂刺青 那個師姐在幫一個 就是刺一半 刺青的男生 在這次弄什麼 後來我就問他 我說這是幹嘛 他說那個男生 他要求財 可是他刺青 我說刺青不行嗎 他說他刺青破了全身五行 所以要把他補回去 這個很麻煩 非常麻煩 要先請請教神明 可不可以補 可以補才會 才能幫他補 不能補就不管他了 知道嗎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 那個師姐 問那個師姐 他跟我講說 是幫他補五行 你們可能會覺得這是戀才 對不對 對 聽 收錢的就是戀才 不能收錢的就不是 他完全不能收錢 我請他吃飯不能吃 我請他喝一瓶飲料不能喝 我問他為什麼 師姐為什麼 他說我幫你忙 如果我喝了一杯水 一杯喔 我一定會吐三天 因為他那種人 就是已經跟上面講好 是要來救世的 不是來練才的 所以他連一杯水都不能喝 他不要說紅包了 他說一杯水都不能喝 這個很玄的知道嗎 就是你可以不迷信 但是聽聽不要去犯這個知道嗎 後來我就問他 像我女兒要打耳洞怎麼辦 他跟我講說不要 破財 知道嗎 不要 這影響很大喔 影響很大喔 不要小看喔 好 都醒來了 接下來我們分到第五頁 第五頁 我待會做個結論 第五頁 這邊 這叫什麼 標題畫起來前綴詞 拿紅筆 十的幾次方 紅筆 好了嗎 好了 來這邊喔 韜哥留下幾個空格是參考的 你一樣拿紅筆跟我這樣畫 GIGA 你看 你的手機印碟儲存照片 你的手機是多少G 六十四G 二十八G 那個G 是十的九次方 Mega 一二八已經漸漸落伍了 對以後再買高一點多一點 那個手機後面就好賣 有啦 但是不用到那麼多啦 知道嗎 因為可以存雲端嘛 齁 手機好賣 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齁 為什麼iPhone這麼夯 因為說手機 還能夠拿去賣二手架 賣得不錯 只剩iPhone了 我前面那一支 不要用了三年 因為綁約 然後電信公司跟我講 約到了 要不要換新機好換 那用了三年 老實講 他有點怪怪的 知道嗎 you know 怪怪的 就快要掛了啦 去賣一萬一 太扯了 我去賣到那個二手店 竟然賣一萬一 所以你聽好 你們手機不要去買那個二手 你知道嗎 我們通常是快要掛掉的手機 就是螢幕突然會不見了 知道嗎 後來又不斷 又不小心又跑出來了 那不是靈異現象 他手機快掛了 所以就趕快把它賣到二手店 所以你們不要去買二手的 千萬注意 那其他所有版本 就是其他品牌 我問那個二手店 他說 iPhone的 iPhone二手價格會很好 其他都不行 我說我用了三年 還可以賣一萬一 這太扯了 知道嗎 這太扯了 所以 反正我們大概就是綁約 所以那個手機已經開始 有閃電出限制的數字 所以 就把它賣掉了 好 Mega Mega 幾Meg 10的6次方 百萬 這個中文要畫 畫到中文 百萬 那 K就是千 10的3次方 好 左邊這一排 麻煩您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它的次方都相差3 上面是不是都相差3 10的次方都相差3 那右邊 這個P 這個P 這個P叫Pico 畫起來 欸 10的幾次方 -18 -15 那減3 就是 對加3 就-12 奈米的9 Nano 10的-9 再來Micro這要畫 10的-6 好 這幾個是最常用到的 把畫好 這要記 這個符號 綠色笔號超好 哈囉 這個符號 我放大給你看 英文小寫的U 左邊多一隻腳 英文小寫的U 左邊多一隻腳 我們怎麼寫啊 我們這樣寫 OK 那它怎麼唸呢 它是希臘字母怎麼唸 唸成Mu Mu Mu唸成Mu OK 那它的英文叫做Micro 這是希臘字母發音Mu 英文的唸法唸成Micro 它是微 那這個好應該沒問題吧 M那個好有沒有 好是10的-3 OK 然後 這完畢囉 擦掉囉 然後這個表格下面 我們常用這幾個畫起來 毫米就是公里MM 厘米就是公分 有的老師會寫出這兩個 再來 一個天文單位 一個天文單位就是地球橢圓半長軸 這個半長軸又稱作平均半徑 這個半長軸又稱作平均半徑 好把它畫起來 好把它畫起來 畫完以後喔 欸 你那個陳明數學算過了吧 有沒有拿他的尺 陳明老師的尺 可以 你拿鑽筆喔 鑽筆喔 簡單這樣畫 鑽筆不用畫很大喔 來 不用畫很大 這橢圓喔 鑽筆喔 這橢圓 你可以手畫啦 橢圓喔 中間這個點叫中心點 中間這個點叫中心點 通過中心點的直線稱為直徑 最長的直徑叫長軸 最長的直徑叫長軸 最短的直徑叫短軸 最短的直徑叫短軸 最後我換紅筆 好最後我換紅筆 假設太陽在這邊 好 這是一顆地球 好 這個是地球 地球繞太陽橢圓運動 好 到底什麼叫做一個天文單位 這裡寫得很清楚 半長軸又稱作平均半徑 在這裡 紅筆喵壞便喔 這個是EAU 寫不進去寫外面OK 這就是EAU 用圖來記 有時候物理的一些觀念 一堆文字敘述記不太起來 我們畫圖來記 反而好記 懂不懂 那個圖也許啊 韜哥沒有畫給你 也許你自己讀讀 這觀念我可不可以用圖 畫成圖來記 畫成圖來記 你太陽沒畫地球沒畫 弟弟 一定要地球繞太陽 不是火星繞太陽 一定要地球繞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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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畫好以後 韜哥剛剛有講過 我們這一張一定會考單位對不對 好 我們簡單寫他的寫題步驟 紅筆哈 你碰到考題要你求單位或音次 單位或音次 抱歉從寫 你看到考題要你求單位或音次 好 那你要怎麼辦呢 第一步 先找公式 公式寫不出來的 就完蛋了 這下麻煩了 九年級裡話 理論上 告訴我們 不要記太多公式 所以你們老師在出這裡的時候 他的公式應該都是國中考過的 國中有教過的公式他就會考 公式想不起來的同學 單位音次的考題請您跳過 好 不要浪費時間在他身上 你們畢業六月初畢業 是畢業前就拿到成績單了對不對 是畢業前拿到成績單 就是會考 畢業後 畢業後 才去學校拿 大概時間點大概六月 六月幾號拿到成績單 有誰記得六月幾號拿到成績單 九號拿到成績單 那接下來怎麼選年志願選年學校 我怎麼選啊 是上網嗎 上網選 就按照自己分數下去填 可以填幾個 全都填上去 30個 好 最多30個 你門歸了 你們還在這邊都沒有出國玩 沒關係 以後大學打工自己賺錢就好了 那沒關係啊 大學打工啊 你也可以學人家這個 邊去 將來大學 邊去旅遊 邊去旅遊 邊自拍整個行程知道嗎 懂不懂 那一路乞討這樣子 做旅費也可以 對啊就有人這樣搞啊 好 這完全不用擔心 好都好了 OK好 下一頁來 我們來看第一個考題 110年學測題 好 他如果舉這一題是要告訴你學測會考 OK 例題 好 以SI制度單位啊 來表示啊 他說下列以SI基本單位表示的物理單位啊 合者正確 你看一下是五個東西 那也就是說 五個都要算 也就是說 來解題步驟 五個 那個導師他有沒有影印的 因為這樣我會看不到題目 好 求單位 來請操號 求單位 好 先找公事 好方對謝謝 好 求單位先找公事 考驗各位啊 雖然他是啊 高三才會考學測 但是你們老師有可能把這個大考試題 放在你們第一次段考考試院裡面 所以你要預防他 好 電量 其他基本單位 韜哥有寫一個 只要是考到電磁學的物理量 都要用到他是誰 來韜哥複習七個 來來複習 秒再來咧 Nobody burn me 秒再來咧 好假的公尺再來公斤再來七個 Kelvin絕對溫標 燭光CD 安培 墨爾 是不是這七個 幫我看一下這七個哪個跟電池有關 安培 安培是不是電流單位 安培是不是電流單位 所以結論 以資電流 為資電量去找電流跟電量的關係公式 早知道九年級多紀典公式 出來混要還的 沒關係現在計都還來得及 I等於Q除T 三角形科省略 I等於Q除T 老師為什麼寫三槓 耳後只要看到韜哥寫三槓 寫三槓代表定義公式 只要是定義公式 你在使用它沒有任何的條件 沒有任何的限制或條件 如果是兩槓的公式就有條件了 條件不符合不能用 這非常的重要 國高中理化最大的差別就在這邊 高中的國中的理化基本上沒有什麼陷阱 或條件的限制 高中都有 好了嗎 好接著我不用紅筆 等號兩邊單位 我 我單位把他帶入好不好 我單位帶入 電流單位是安培 那電量單位是什麼 庫輪 時間單位是秒 恭喜各位了 電量單位是庫輪 庫輪等於安培成秒 庫輪等於安培成秒 第一題對來錯 A答案是錯的 對 A答案錯的 這種題目是送分題 可是他很討厭 就是你要算五個 你可以拿鉛筆自己寫 你可以拿鉛筆自己寫 不用等我 好了嗎 必然壓力 有意思的壓力 有意思的壓力 好 A答案我擦掉了 好 必然壓力 壓力的定義是 來拿紅筆 壓力我下面多加一槓 定義 垂直立除面積 既然是定義公式 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沒有限制沒有條件 也就是固態液態氣態 固態液態氣態 計算壓力均可以用它 均都可以用它 好了嗎 好了 接著我筆換顏色 那壓力的單位 這個等號兩邊是不是單位一樣 等兩邊單位一樣 那等號右邊的單位 力量單位除面積 力量單位是牛頓 面積是平方公尺 你的筆不用換顏色 各位同學 分母的公尺是SI制度單位 可是分子的牛頓不是 牛頓是導出單位 沒有在那七個裡面 沒有在那七個裡面 通通是導出單位 所以我要把分子的牛頓換掉 牛頓是力量單位 請你想一個力的方程 請你想一個力的方程 有同學很可愛 老師我想到F等KQQ除以阿平方 我垂你 孩子請你想簡單一點的方程 你不要想那麼複雜 KQ除以阿平方 你瘋了嗎 F等MA就可以了 拿紅筆 F等於MA 方人士越簡單越好 算在結果都一樣 算在結果都一樣 我接下來換藍筆 這個等號左邊是牛頓 等號右邊是公斤乘加速度單位 公尺除秒方 那我把他帶進去 我要帶到上面 公斤乘公尺除秒方 我把他帶入 看不看得懂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公斤 公尺 等等 除秒方 我把他們帶進去 振奧 你的單位為什麽寫個PA PA叫做帕 中文叫帕 帕斯卡 帕斯卡是SI制度单位的一种 C单功率 诸单动能一起解 C单功率 诸单动能一起解 可不可以 可以 黑板可以插吗 我等你 怕错的同学请你拿铅笔写 CD自己写 自己拿铅笔写写写看 C跟D C跟D自己写 黑板可以插咯 我等一下同学 你已经写完同学 CD自己写写看 那涛哥待会提示 你要先写动能 先把动能单位先写出来 都好了吗 都好了 好 CD自己写看 涛哥提示 你要先写动能的单位 写完才能够求功率 好自己写看 好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不要怕错拿铅笔写 不要怕错 错本来就很合理 我如果都会的话 就不用来上课了 知道吗 好 那来上课就是 会学一些新的东西 也会容易写错 动能公事 还记得吗 二分之一没有单位 二分之一没有单位 避免跟压力搞混 这个P是功率 他会提示公式 功率是功获能量除时间 功获能量除时间 也许是功率是功率 对